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有看到我身後這台車嗎 感謝乾爹贊助我們一台 薛鐵龍的C4 這台車真的車型超級好看的 而且很浪漫 那我覺得他們的理念其實也跟我很符合 就是一再的跳脫舒適圈 打破框架 後水波逐流 我就是潮流以舒適滋 跳脫舒適圈 那我要邀請一下我的好夥伴 央央 嗨 又見面了 妳有跳脫嗎 我覺得我平常的話可能會選一個亮色 但我不會整身都這麼亮 有點像是行走的螢光棒的感覺 我們兩個好像走在路上現在會超搶眼 那我們今天要玩遊戲 玩遊戲 跟你PK嗎 完了完了 他後勝心很強 怎麼辦 我看有點緊張 來賓 楊潛球來賓至上 這厚度不一樣耶 但我跟你說 厚的不一定是好的 妳這樣側的 妳這樣側的 厚的就是好的 我覺得 真的嗎 錢這種東西很直觀的啊 沒有沒有 因為厚薄度之外 我跟你講畢額很重要 通常小的 小一點的畢額會大一點 我來看一下 會覺得他講這樣 我有點太開心了 好有利用啊 漂亮 有花的其實加在一起 你要顧他的 他也要顧你什麼 所以兩個一起打兩包的雞花 要花到兩包 對 你要花到兩包 理解 那我要開始今天的挑戰了 跨出舒適圈 GO Open My Way 打破框架不設限 獅貓的人一出門 攝影師咔咔咔按快門 生活就是個大秀場 搓自己的風頭 做自己的主角 無論穿著 多跳多自己的舒適圈 只要有這台 雪田龍C4 枝蓋身體優雅分配 舒適度UPUP 都是我的舒適圈喔 都自開著車在路上 也能稱為 這個季節最時尚的單品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去我的 家鄉桃園 帶你去吃米肝 喔 米肝 米肝 我其實這輩子 上次因為鳥屎開店 然後是第一次吃米肝 然後它的米肝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要聊舒適圈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各自 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從我們人生的 舒適圈 跨出來的感受 你應該可以講蠻多的 我應該從頭到尾都在 跨出舒適圈 我覺得你應該也是 我也是 因為我本來是從無雙入樂團 然後再到網拍摩托 就也算是跨出舒適圈 然後現在又再到拍Youtube 就是三個行業 是完全不同領域的東西 從無雙開始 我連光加入樂團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挑戰 就是因為我從小就 那種頭弟弟 就像我原生個性 就我的原生個性 就是一個 永遠都是 不太敢與人交流的 然後我小時候還記得 我為了太害怕 就是跟陌生人接觸 然後我近視五百多 所以我都不戴眼睛 所以我覺得這樣我走在路上 看到誰我都看不到 我就不用跟別人打招呼 但人家不會覺得你沒禮貌嗎 我就覺得我看不到 所以不用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遠學 音樂學了十幾年 你還是會覺得 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轉成職業 好像不會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18歲 然後那時候被找去無雙 然後開始站上台之後 就哪次那個老闆 都會拿那個麥克風說 小秋你頭不要一直都低著 頭抬起來 小秋你不要一直都站最邊邊 然後有一天我就想說 樂團那個樂真的很淡 然後突然我看到我家附近的網 就我家附近 我就真的也沒有別的工作選擇 然後我就去投履歷 然後我就只投Only那一家 然後我就被找去面試了 就是幸運的一個轉折 然後我就想說 哇 可是我以前就是也很不會拍照 我一做網拍夜之後 開始你就要變成 你要很會展露自己 其實網拍模特兒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衣服穿得漂亮跟拍得漂亮 拍到客人看到你會想買 結果很幸運的是 因為我開始接網拍之後 網拍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一家看到你 可能就會有二三四五家找到你 所以就是 開始又漸漸的從樂團的比重 拉過去網拍 然後到現在我其實是全職網拍 我已經沒有在演出過這樣 我以前是不敢跟人家正言對視的 可是我現在就會覺得說 我要誠懇的去學著跟人家交流 所以我自然而然我就會覺得 雖然我還是沒有這麼的會社交 可是我已經可以去學習 努力社交這件事情 你也是對不對 因為從小的話其實 我都是一直屬於乖乖型的學生 就是按部就把現在順順的念書 念到一個人的程度 然後就覺得 然後考進這個學校 那我就接下來 以這個學校的發展為主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應該就是 可能去當老師 就是覺得小時候 有被好的老師教過我 因為這個老師 真的有改變很多 因為我有遇過那種很兇的老師 成績 只要什麼少一份 拿一下的那種 而且重點是 它是每個人設的標準不一樣 可能是 95分是標準 一少一份就拿一下 那我可能考90分就要打5下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有點怕到說 我不敢去學校 我就覺得我已經考得還不錯 為什麼 還要這麼嚴厲 對 但後面就遇到另外一個老師 他是比較愛的教育 譬如說你做錯事情 他也是會跟你說這個做錯 然後也是會有懲罰 但是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時候就覺得說 老師都這麼好 這麼有愛 然後我覺得我長大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成為 這麼有愛的人 其實啦啦隊也是一個意外 我媽覺得說 因為我很愛吃 她就覺得說很厲害 什麼都跟吃有關 對 你的人生連轉類點都跟吃有關 然後後來就是我媽就說 她已經幫我報名好了 因為她就說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 就是運動 她覺得體態啊 或者是生活心態 然後也可以學到跳舞 她覺得很棒啊 然後你也還是有這個工作 我這一開始真的完全沒有想去 因為我真的覺得 天啊 我去爭取我會丟臉吧 我不會想說要一直去表現自己 當那個CV 或是真的去爭取這樣 因為有自己做個人評價 或者是跟不要一起 才開始有這個短辯或嘗試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其實蠻容易負面 或是比較陰謀 所以還是記得在生活中 要找到自己可以快樂的來源 快樂的來源 阿美米根 阿美米根 你們講那麼久 終於讓我來阿美了 你知道我的量要抓多少嗎 對 第一餐是我點對不對 對 全部畫一個啊 OK吧 OK喔… 你不會報表我 OK喔 我沒有這麼大的預算 我養不起她 來囉 財富自由 豌豆粉 油雞 好期待喔 這個辣椒豆干感覺超好吃耶 它看起來就想要每一盤都拿掉 對啊 可以各來一盤嗎 等一下… 我…我…我… 讓它冷靜一下 等我一下 好 欸 它要秋葵耶 大薄片… 你要 豬耳朵… 歐巴斯要嗎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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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不然一餐就被它吃光啦 先這樣 龍蜜菜…拜託 等一下那有豬耳東跟油雞耶 油雞好吃耶 油雞好吃耶 小姐妳吃得完嗎 欸 她吃得完 好 我跟你們說 胡央林小姐 如果妳叫我一個人點頭 我一個大薄片跟豌豆頭人就夠了 我點兩樣 她就點八樣 然後我就說先這樣先這樣 她說 拜託的還有那個豬肉吃 妳知道我有錢多少嗎 妳跟妳講這菜一定要花完 兩個女生 我們要試試看 只一個小菜三碗麵 一碗麵九十塊的麵 我覺得妳可以吃到 七百塊差不多 超過嗎 八百五 七百 姐姐 我跟妳講 妳只要省著就不然 我那包錢超少 欸 我怎麼點的 這有超過妳們本來的預期嗎 沒有 沒有 有點想差不多喔 因為她知道有一點 大薄片也一定要點 把它吊穿 我每次吃東西都吊著到處都會 因為我吃東西一直吊 他們想幫我看一個 就是練習師範的禮儀 來 要不要上一下如何拿筷子 來 食指跟中指夾 前面這一支 食指跟中指喔 妳那麼會彈琴 為什麼不會拿筷子 這兩件是不官式好不好 沒有嘛 那彈琴的POSE跟那個指 前面很靈活耶 這兩支夾住它 然後上下上下 妳要不要動嗎 她有裝 欸 怎麼辦 豬肉切得很薄 超好吃 大薄片也一定要吃 白豆粉好吃 白豆粉好吃耶 白豆粉好吃 而且妳要配它那個花生顆粒 對 它糯米椒加那個 這個豆干也很好吃耶 然後加小魚感很香耶 我真的很期待妳把它們吃光 我就是崇拜妳 我此生就是最崇拜的 真的練在這裡 好好吃喔 等一下 要不要玩嗎 烏雞蛋 來 好老派 我們來到了下一個地方 耶 這是一個下午茶店 大觀小農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採全餐 才能決定 這一餐是誰控制預算 我跟你講 梁剛上一餐已經吃爆表 如果這一餐就讓她猜贏了 我覺得我們就來 很好啊 我們要劉姐妳給我打爆麵 喔 再想一想 他沒有 他只想吃 對 再想想 吃 頭 不 我們都來一份吧 你看 你看 好的 我幫妳準備好了我們的下午茶 你最喜歡的荔枝美食還有 芋頭千層 哇 妳就很開心 笑不笑 小姐姐剛剛說玉山快要爆炎 欸 我可以吃別的麵 我看這邊沒有芋頭 不行 妳要試試看 妳要試試看 我先快要出舒適圈 對… 一小口就好 好 我可以啊 我兩次吃芋頭就是因為這個 欸 沒有 而且上次吃羊肉也是 上次吃羊肉也是 上次吃羊肉也是 上次吃羊肉 我就是一個 可以讓小秋突破舒適圈的人 你需要喝 為什麼它這邊真的有人 我真的 我吞不下去 你沒事 不行 欸 要不要攪一攪啊 要不要下面應該又甜的 等一下 好苦喔 黑咖啡好苦喔 黑咖啡很苦嗎 好啦…這個 這個好 這個才是妳的 耶 這是妳的冰拿鐵 那樣子 我覺得妳會喜歡 因為它超級綿密的芋頭 芋頭千層 很芋頭 芋頭跟我的幸福都爆炸 出發 大家 我們現在要到我們終極之站 我們已經花了我覺得 八百家 她說六百多 一千四喔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一次的整集企劃 其實就是要跳出舒適圈這件事 那一樣我來問妳看看 就是妳覺得 在妳所有的跳出舒適圈裡面 最讓妳覺得 最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哪一個經驗 我覺得最新的應該是 出單曲這件事情吧 喔 對 對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完全 很新的東西 很新的挑戰 我那時候也是超級的 有的想說 那東西雖然說 妳也有伴多花季的演唱 對 那我覺得跟發單曲有很一樣 發單曲的話 感覺是要有點磨練 至少我覺得創作的一些一些過程 我覺得是很有樂趣跟成就感 對啊 因為妳很強的是 第一次出單曲 妳就自己填自己 可是我覺得我如果不堅持說 我想要嘗試寫看看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單曲對我來說 我想要讓它變成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嗯 我想要達成我自己個人一個小小的目標 就希望可以參與 此獲取其中一個創作 好 我們的最後一站嗎 終極之戰 YA 我跟你講我們改了遊戲規則 因為我們要在這一站定生死 剪刀石突布 YA 不是 這多少錢啊 妳她居然想要買椅子 誰阻止她分數 對 她瘋了 她在舉重 她很奇怪 她在舉錢 欸我想要這個 我一眼就知道我會喜歡她 真的這個 欸很可愛耶 已經快六分鐘了 十五分鐘後要挑第一樣 好好好 啊好可愛 這個多少錢 一百九 我不知道買什麼 每個都好可愛 這有多錢買一樣嗎 是也沒錯 可以買多一點 但我很怕我報預算 然後就變成單我級 欸這個是浴巾嗎 西水毛巾綠金屬 這個好可愛喔熊熊 欸要買這個 四九九可以吧 你已經決定了小姐姐 我已經買學金了 我說學金買這個浴巾好可愛喔 好啦 我要結帳囉 什麼都沒拿 我要買一個最簡單 一百二 我要找一個最便宜 一六九是不是還可以負單啊 我已經想要買這個了 我不知道她買多少錢 我 我在去看有沒有比一百五更便宜的 我要 我要讓她就是 要再多買一round的 我決定給她這兩個好了 決定了 買這個 上小丘放車上 希望她車子可以更香 這是什麼 不是啦 這不是金買道的 來來來來 喔喔喔喔 來來來 緊張的時刻到了 剛才要買到很便宜吧 所以小丘還可以正常 好啊 OK啊 來啊 你选好了吗 我已经选好了 哎呦 你买了 有还我 不行啊 你多买一点哦 我刚才有买多 但还没有包 哎 你们不能帮我 不要买个大的东西啊 我会用吗 我超爱 来来来 不要不要 小秋我没有包 小秋我没有包 不要不要不要给 给了就不行了 给了 没关系 哪个颜色好呢 深一点的吗 好 OK 那就这个 好了下好离手 小秋姐姐谢谢你 来 这个 谢谢杨杨姐姐 应该会包了吧 谢谢杨杨姐姐 对啊 她是好身心强的家伙 就是不想输 对 就是不想结账 好 我只能跟大家说呢 如果今天没有我的话 这个游戏是没办法结质的 因为我就会这样子 她是只拍一个这个 好 哇 我算是估价王耶 去付钱吗 我们整天花了多少钱 两千 好啦 还可以啦 而且其实我觉得买的算满开心的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真的好可爱 我很疗愈耶 这是什么 我刚才我买了一个收纳袋 你现在拿着你把它打开 你把它打开 这个还满可爱的啊 而且呢 你车上不是蛮多东西的吗 你要送我的吗 对 送你好好收纳你的小废物 你还买一个给我 对 今天虽然跳过舒适圈 但我们今天过得很开心 没错 那我们还是要谢谢我们的干街 雪铁龙Z4 那台车真的蛮好开的 我们一整天坐下你觉得舒服吗 我觉得蛮舒服的 它因为有支撑感 然后除此之外 我觉得你开车也是让我有安心感 对 那大家就记得 一样要去订阅一样的频道 按赞留言 如果想要带CARE 我们去哪里吃喝玩乐 都欢迎在迪萨 迪萨 迪萨 迪萨留言 迪萨留言啊 谢谢大家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拜拜 拜拜 拜拜